我们接下来呢 就要出场的是来自什么队来着 果仔是 火上交游队 对邪英格有深深的爱的果仔 很多人问 说这个人好端端的 为什么三级脱口秀大会都是亚军呢 其实我是很了解他 他就是为了邪英格 硬凑一个三亚 没有别的原因 没有别人就是要凑一个三亚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等到下一季脱口秀大会的时候海选 他就要可以使用这么一个段子 在那嘟嘟喇喇 哎呀海选太难了 我又要倒在海选了 哎呀海南岛 你们什么给我讲出来了 啥玩意儿 他们有请 邪英格爱好者王建国 但是这么吹上去他得有几个心啊 他肯定有吧 他有嘛 我就在想 大家好 我是火上交友队的王建国 刚才又让你们忍受了一段张大大的表演 我在这里给大家道歉 对不起啊对不起 我们不是没有努力过 就是在上一场的节目里你们没看着啊 我们就全都拼命地演出 拼命地搞笑 就是为了张大的淘汰 没淘汰掉 我们不配当喜剧人 把张大大的留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不是不配当喜剧人 我们就不配当人 我就你们刚才说张大的油腻 我就在那观察 真的假的 一看确实油腻的 就令人发指腻的都能滴出油来 我在看了一会儿我就觉得 如果我现在在开车 我身边坐着张大的 我就会特别安心 对啊那开到野地里车没油了 你把张大的跟发动机连上 车还能再跑200公里 对不对 张大的还是说 这许志愿老师劝他多读书 别读了 张大的你肚子里 但凡要有点墨水 那也都是油墨 盘土之间喷出点来 能直接用于印刷 你看张大的这多厉害啊 活生生的一个人 既能连接发动机 又能连接打印机 赛博朋克2077 你 是他 是他 许志愿 许志愿老师对文化的解读 你也别全听 就很奇怪的 我看许志愿老师说 人家寒寒写的文字 太浅显 太直白 让人没有任何 就阅读障碍 所以寒寒没文化 徐老师 这是个啥不可标准呢 你说 照你这个标准 事实上最有文化的人 就是我老旧 我老旧 我老旧脑血栓后遗症 他写那个文字 你快去看看去 全是阅读障碍 我老旧 在抖手这个病 是怎么得上的呢 很辛酸啊 就我老旧 他是德云社的粉丝 特别爱听 那个郭麒麟 和颜和强的相声 后来这不是 基本就听不到了吗 活生生就急出了病来 再后来呢 他在综艺节目里 偶然看到了郭麒麟 病情才有所好转 可就在得知 综艺节目里 只有郭麒麟 没有颜和强 之后 我老旧的病情 彻底好了 彻底好 很幸好 前两天我给他打电话 我说老旧 最近怎样啊 还抖手吗 我老旧说 哎呀妈呀 不用看到颜和强 就能看到郭麒麟 我还抖手 我精神抖手 他就是该来的一定会来 他就是该来的一定会来 看个综艺真的就有点危险啊 但你收看许志源老师的节目 你就不会遭受这种痛苦 你会遭受到另一种痛苦 就是就真的 总有人说说 看许志源老师的访谈啊 尴尬的想 让他用脚趾头抠地啊 形容尴尬 其实形容得挺精妙的 但是你们 不会将心比心呢 对不对 你尴尬的想用脚趾头抠地 那许老师就不想嘛 对不对 许老师为什么这么爱 穿人字托 抠地方便 你就比如说 你接受许志源老师的采访 聊到中途 气氛变得尴尬了起来 你想用脚抠地 但是你穿了个靴子 哎 你就抠不着 许老师穿个人的图 抠起来那么方便 就有人说 许志源老师 看他没事访谈别人 怎么就在北京开得起一个书店 那么大个书店哪来的 都是许老师一脚一脚抠出来的 也是生气啊 是一个开玩笑的节目 开玩笑的节目 没事没事 然后再说说谁 再说说谁 金星老师 金星老师是一个 非常非常传统的人 我看金星老师说过 说他对子女很苛刻 说他儿子可以随便出去玩 女儿必须长期就待在这个 闺房里 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 你看这多传统 这都不是近一百年之内的传统 这是清朝风格 我说这么爱穿旗袍 可能人家本身就是个旗人 哎呀 哎呀 金星老师还说 女人一生最幸福的时刻 就是结婚生子 姐这有点片面 有点片面 你劝人生孩子 不得看人家两口感情好不好 对吧 感情好生一个还行 感情不好 那后悔了 杂志 今天可能还疑惑我说 哎 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就是有啊 我都没有对我都烦死了 再说说 再说说 我的好朋友 雪芹 刚才那个闫老师 吐曹文 我俩你 大概一直就说 我俩是什么商业CP联手赚钱 没有的 你们可以去查一查 打成我俩这个CP红了以后啊 我和雪芹就没有一起拍广告 没有拍广告 我俩一次一起拍广告都没有 就是为啥呢 就是怕观众反感嘛 你说大伙都挺喜欢我俩的 别整着整着 是吧 本来就是盼着我俩奔线的 结果一看 我俩变线了 这不好 这不好 不能为了挣钱 啥事都干 啥话都说 这段话呢 就是原封不动当场送给维亚 真的 你们这帮 他们这帮直播卖货的人 为了卖货 什么煽动性的话都说得出口 你看李嘉琪一张嘴 所有女生们 威亚一张嘴 威亚的女人们 咋的世上的女的都被你俩分了 那我是不是还得问问 李月勤到底你俩谁的 他决定以后跟谁雇啊 是不是 别往心里去 这都是荧幕上的噱头啊 你们怎么 不知道大家这么喜欢看这个 人家爱是找很多噱头嘛 刚说人家卖火箭 不高级 他说这火箭 你说你也不能乱发射 很危险 你说你也不知道往哪发射 发射到水星 离太阳太近太热 发射到火星太冷 发射到金星 往那一落 金星就劝宇航员 早点结婚 早点什么孩子 真绕到我身来 你败于真券成功了 生那么多宇航员 小宇航员火箭也带不回来 不好啊 这要搞个噱头是吧 对吧 就教着他 你跟李佳琪炒一个CP 好不好 就是为什么 就特别期望你们这个CP呢 就是天天 你就一天把我们的钱 全都卷光是吧 别的时候 我还得工作赚钱呢 好不好姐 求求你了 谢谢大家 谢谢魏亚 谢谢 不好意思姐 结结结结 太浪了 太浪了 王猜一个191 王猜大概也191 他大概也191 但他猜票非常准 哈哈 三 二 一 锁票 我们就问薇亚姐吧 你这个算吗 我就算 因为我刚才是听 我觉得还没有结束 他就结束了 我还没听够呢 对 不好意思 建国 你平时是不是就是 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啊 所以你说这话是忌妒 在此 我们要认真地声明 我们老金家 没有你这样的大胖闺女 你们老金家 我们 我们这个CP是稳定的 我们又不变现 对不对 说吧 怎么了 就是变胖是吧 人家金姐 你一句话通通道理 我再想采访一下金姐 你想跟他在一块吗 你好好说 CP啊 CP都是你们年轻人玩的事 跟我没什么关系了 而且你们说的都不对 什么大女儿 大门不出 二门不进的 女孩子青春期的时候 要格外的关注 作为母亲来讲 这是母亲的侄子 不是 金姐 但是不传统啊 不传统啊 金姐你别跑 就是咱俩那事 你给个话 咱俩没事 你不是我这款 好尴尬 就是仅仅喜欢有人样的 所以说这个位置安排的特别好 你看楼上这一排吧 颜值都够在线上的 这前面四个吧 都是做怪的 而且现在不是我这个位置安排了 pos了 皮温数 上后 是怎么了